好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 那我们打个赌如何 你想赌什么 如果我可以把私人飞机掉来 你们所有人全部倒立尿尿 如果不能 我就把手里公司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你们 这个条件怎么样 好 这个赌约我接了 等一下 我们输了全部都要接受惩罚 而你输了就只有你一个人的公司股份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那你想怎样 既然你是林林的男朋友 那就是属于你们两个人和我们这些人的赌约 他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输了必须一起接受惩罚 没问题 这件事我答应了 叶峰 这明明是你一个人跟他们的赌约 干嘛非要拉上我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倾家荡产 放心吧 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不会让你丢脸的 你到底赌不赌啊 磨磨叽叽的不会是想反悔吧 既然你们想早点丢人 那我就满足你们 你好老板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我们在云白机场停着的私人飞机 你吩咐驾驶员给我开到云豪酒店的18层来 我要在这里把吹的牛实现 好的老板 我保证完成任务 哈哈 你小子还真能装 先不说你到底有没有私人飞机 就算你有 现在也不可能开到这云豪酒店的18层 不错 在我们境内任何想驾驶私人飞机的客户 必须要提前半个月在民航局那里申请 只有获得批准航线的用户才可以行驶 你现在一个电话就想获得航线 真是异想天开 哈哈 对对对 你小子还是太年轻了 等一下我们要把你的公司股份全部拿过来 然后再让你下跪求饶 想想我都觉得特别兴奋 哈哈 是不是骗人的 你们等一下就会知道 半个小时内必出结果 王哥 我有个朋友是电视台的记者 要不然让他过来一下 把事情闹大了才有意思 好好好 你赶紧打电话让他过来 我要让这小子身败名裂 成为整个魔都的笑话 哈哈 小子你说的飞机呢 怎么还没来 该不会是半路出现故障回去了吧 就是就是 看来你终于要为自己吹锅的牛付出代价 赶紧老老实实把公司的股份交出来 或许我们一高兴能赏你几百块的路费 我说林立了 你这次可真的要完蛋了 竟然相信这个男人的鬼话 看来我之前是高估你了 你找男朋友的眼光还是这么差 叶峰啊叶峰 我这次可要被你害苦了 我只是让你来客串一下我的临时男友 可我没想到你竟然要把我往死里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陈秘书办事还是挺靠谱的 不会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这次可真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王少 你快看那是什么 怎么好像好像是飞机 这这怎么可能 再没有得到提前申请就可以直接把飞机开过来 那岂不是说这个叶峰的势力大的通天 他才是真正的顶级富豪 跟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如果他要收拾我 那不是跟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叶叶先生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刚才发生的事全当我胡说八道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怎么 你这意思是想赖账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之前的约定依旧作数 只是希望叶先生能原谅我之前的冒犯 不要跟我一个小人物斤斤计较 这还差不多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履行约定 我自然不会对你们的家族展开抱负 就你们这几个小喽喽 还不值得我大动干戈 都别愣着了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叶 叶先生 在这个地方恐怕不行 能不能允许我们换个地方 也对 毕竟这里是酒店 弄脏了还得给别人添麻烦 那你们就去外面解决吧 叶峰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那有什么 你忘了他们之前是怎么对你的 这是他们咎由自取 不值得可怜 谢谢 叶峰你坏死了 明显 什么 下次